不管我们来看一下 避免那个程式错误的三种房呆的判断 所谓的房呆 我是自己想出来的名称 房呆应该 各位应该都可以理解 像插头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些插头 怎么插都不会插错 像你说手机充电的 你如果插错 他一定插不进去 除非说你硬插 他一定会错 像USB应该也会差错吧 反正一定是 不过还是有人很厉害 硬给他挤 弄到坏掉为止 那当然就不OK 不过理论上都 像那种3C产品 一定都会有房呆的挤 这样软体也是一样 软体我们不管怎样APP一样 只要你做错了 他会警告你跟你讲说 你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不过这个可能要想到说 这个使用者的经验 尽量就是说 你要先替他设想 为什么他会做错的原因 你干脆帮他cover过去就好了 这样会比较OK 简单一点 所以理论上第一个 如果使用这个工作表名称已经存在 如果他又输入就会错 可是要怎么避免这个错误发生的方法 还有程式该如何撰写 OK 所以第一个 我们刚刚写完了 程度 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已经有小咪了 如果我筛选业务 我再输入小咪 就会错 因为已经存在 所以怎么办 他为什么会再输入一次 难道他眼睛不好吗 明明就有小咪 他还输入 原因他可能一般使用者会觉得说 那我在输入表示说我要把因为资料更新的 也许有新的update资料 所以他要重新再去捞一次资料 所以他就假设他的需求是这样子 那我们势必就是针对他的需求做什么 第一步 当他input 就是资料的时候 我们针对这个X 去检查 检查哪一些呢 所以 底下就要写什么 写一个程式 去针对后面的这些工作表名称 把它抓出来 如果跟X一样的话 那就把那一个一样的删掉 delete掉 再去做home 就是筛选 重新产生的 那一定是最新的 所以 可是问题来了 我该如何做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一个 我要先判断什么 如果 他的那个名称跟X一样 那写的方法 基本上第一个 那我势必就想筛选业务 我就在 当他输入的时候 那我做什么呢 一个一个的把什么呢 除了第一个以外的其他工作表 的名称 的名称 调出来 所以呢 一个一个嘛 一个一个的话就是什么 for 回圈 for i 等于什么呢 第二个 到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我们刚刚有学过嘛 should 怎么样 should 点抗 有没有 总共有几个 should 点抗的话 这一个ness 从第二个 到should 点抗的话 现在有四个 所以2到这边should 点抗就四个 第二个到第四个工作表 那我要做什么呢 接下来 我就把那个名称调出来 那个的名称调出来 然后比对一下 跟X一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我就把它删掉 ok 所以我看一下 我写了 ok 如果那个名称跟那个 名称一样的话 那就把它删掉 ok 那写法的话呢 一样嘛 一个 第一个是回圈 第二个逻辑判断的话呢 写在里面 如果 假设那个X 他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 他的那个should 第几个呢 第i 格 比如2 的名称 name 空一格 then enter两下 打一个 先enter if 好奇怪 先把结构先打完 如果一样的话 就做什么呢 把那个工作表给删掉 那个工作表就这一个 删掉 所以把它复制过来 删掉的话就是什么 点delete就可以了 ok 程式写完了 就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不过 这样的写完 当然还有几个地方可以在补强的啦 第一个就是说 在2010以前的版本会跳那个什么 是否删除 但2010以后好像就不会跳了 所以 为了避免说他会跳那个东西啊 我记得好像我有讲过嘛 你可以在这边打一个 关掉那个 那个叫alone 所以那个叫displace alone 所以application application 所以这个叫场平 电什么呢 它有个displace alone DIR这个alone 把它关闭 等于什么呢 force 然后再去删 不然他会跳那个什么 是否删除 我不要让他跳的话 那我可以先把那个alone关掉 然后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 把它开起来 所以等于true ok 这样子 那当然这个不写 因为目前我们像2016 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两行没写 好像在这个版本不会影响 另外的话 还有个地方 因为既然你已经找到 那个之后的话 其实回圈就可以结束了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可以知道 在这边呢 直接 应该是加在哪里 加在这个application 这个底下可以打一个 is this for 当然这个地方你不写也无所谓啦 因为他 还是会跑 只是跑很快 不影响 那不过理论上写会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感觉会比较完整 不然的话 他可能一直检查一直检查嘛 如果你那个工作表的数量多的话 他跑很久 OK好 基本上程式写完了 你应该没有问题吧 其实逻辑就很简单嘛 帮我怎么样 for i 等于第2个 到最后一个 所以第4个 然后一个一个 帮我把名称检查 跟什么跟x 有没有一样 如果有一样的把它删掉 OK 那我们来run一下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中断点 我跑一下 所以呢 这边一样 我打一个小咪好了 反正这个故意就是说 让他有一样的 按个确定 那应该他会跑到里面吧 对 OK x 小咪 这个 也是小咪 所以他会把这个第几个 刚好第4个 删除 delete OK 然后 跳离了 跳离for的话 就直接就跳离了 所以他不会往下 不过刚好有最后一个 然后剩下来的 因为小咪不见了 所以现在的话呢 你就在新增 小咪又蹦出来了 那这个意思是更新过的小咪 不是原来的小咪 OK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要防待一如何删除那个什么 删除 所以说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一个回圈 加一个逻辑判断 加删除工作表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程式其实不多啦 那也是之前我们 在 这个入门班也常常写到的 回圈 逻辑判断 加一个动作